我怎么没有看到小龙啊 他呀 他离起床还早着呢 这都几点了还不起床 不行 我得去叫醒他 我去啊 这样都不行 看我怎么治 什么鬼 这都吵不行你啊 你这样都能睡啊 让我放大招 大蛇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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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醒了 谁打的我 你打的我 你有什么东西打的我 你有什么东西打的我 你的手是铁做的吗 我的鼻子快被你打歪了 没事 这俗话说得好啊 一日之计在余晨 早上时间不好好利用 那一天都荒废了呀 房伯伯早上五点就起来做面 姑姑六点就起来做饭了 我还把全家人的衣服都洗了 天心姐 天忆哥 一大早就去上班了 全家上上下来的 就你还在睡懒觉 你懂什么 咱们的节奏不一样 我昨天晚上三点钟才睡的 那么请问你昨天晚上 为什么三点多才睡 你在干嘛呢 我 他们干什么呀 那肯定在玩游戏呀 就是那种会喷火的龙 姑姑 你既然醒了 就别再睡了 我能不能拜托你啊 以后每天 在该吃早饭的时候 你就起床 我年纪大了 不可能每天给你们做 两顿早餐吧 起来吧 你为什么要每天都过得 那么浑浑噩噩的呀 你什么意思啊 连你也看不起我是不是 干嘛 想动手啊 你捣得过我吗 我吃早饭了 饭都凉了 好的姑姑 你快一点 别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 乐 意